來到2023年8月21日 何林茂和大家主持廣傳媒頻道 一個特別的嘉賓專訪 請到鄭文傑先生在英國倫敦和何林茂對談 主題就是關於香港議會的最近其他的回應 主要是7月1日公佈了選舉法寵案 和投票的細則之後 各方反映都很熱烈 有不少支持者也有 更多都是提出批評 或者是作出他們的一種取捨或者是覺得 香港議會有沒有用啊 為什麼突然好像石頭爆出來的 在英國方面香港的朋友都相當之多 這兩三年無論是BNO Press 或者是在英國的香港移民 都關心香港議會或者香港未來民主傳統 那就給我發生的招呼 Simon 你好 Hello Victor 你好 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 是的 今次就是跟你討論一下民主的發展在香港 大家知道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港版國安法 在2020年7月1日之後呢 就全面封殺了香港的多元聲音 也都對香港公民社會造成 起碼現在看來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包括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 都開始受到威脅 新聞自由呢 香港本來以前呢 是入於二十大 二十大 最好之列 現在一定是跌到一百年來 也不要說我們的民主選舉了 Simon 你怎麼評價現在香港議會提出一個選舉民選議員 尤其是香港政府搞了一個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立法會有九十席 現在香港議會就提倡 35席就是海內外香港人去參與選出的民意代表 大家知道你是大好友 大家感覺都是一個很積極的聲音 但最近也有多少批評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形勢呢? 當然啦 當時我決定去接受你們的邀請也很開心 你們很大方的邀請我去作為一個在英港人給一些意見 當我參加了這個記者會 你說風間一般主流社運界的人士會不會支持 他們的批評或者保留是預料的 根據我過去這幾年在社運界裡面的觀察 歷年也好 他們的性格 他們的立論 甚至說他們的文化 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說我參與這個記者會會不會有一些風險 這些風險包括你埋了哪個堆 你入了哪個派系 哪個倡議的東西是哪個牽頭 哪個喜歡這個人 哪個不喜歡這個人 你會不會弄髒了自己 這些所謂互相之間的差異 或者走位 或者落棋 這種看法 我很深知 這種保留 或者這種猜疑是匯團了 但是有時候我對香港議會的陳委會是非常尊敬的 因為我都很明白 你們承受不少的壓力 但是我也想說做任何新的事 雖然說真的 去推動這些議會的建設 其實絕對不是什麼創新的事 但是在 至少我們這個這麼保守的 一個社運界的圈子裡面來講 其實這件事都可能已經講了很大膽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去推動很多新的事 我們面對著這些猜疑 或者批評 是預料的 但是我會比較樂觀去看這件事 正正是因為香港議會的陳委會 在投票制度上有所堅持 你們都盡量想兌現你們一年前在記者會的承諾 希望可以有一年的歷程去將投票的機制慢慢完善 到今時今日 你們在投票機制上終於找到一些突破 開始是周遊列國 去跟不同的香港人 去解釋投票的機制是如何 怎樣去回答他們的問題 你們花了很多的力氣 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做 首先這個情操是值得我們去鼓勵的 而另一件事 正正是因為香港議會在這方面有所進展 所以進一步引起一些我們所說的主流社運的人士的注意 甚至他們留言 或者回應 不管是不是正面的回應也好 一些的批評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好的養分 因為開始引起了公眾的討論 我亦都明白香港議會一開始去組織 去推動投票機制的時候 深知到其實如果你說那一刻先去跟不同的山頭 這些所謂在不同的社區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人士 先拜碼頭 先摸杯底 是很難的 原因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醫療 他們每一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 為甚麼是你 你哪裏彈出來的 你甚麼輩份 可能會是這樣的 所以另一件事 香港議會所訴諸的 是一個民意 是大眾的 而香港議會它可以令到我們社運界別的 風氣有所更新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帶了一些大眾的element進來 我們開始帶了一些大眾的檢驗進來 讓他們找到一個方式 可以了解到香港民主運動與我是有份的 所以這件事上來講 當時你們香港議會的籌委會 開始去組織不同的公眾諮詢 開始去跟不同的地區港人的組織聯繫 開始做很多這些聯繫的工作 甚至你們辭職了網站 讓很多人開放給大家 那我想你們訴諸民眾的這個方式 我都覺得可以理解的 還有我都覺得是對的一套策略來的 那去到今天了 你們說已經去到 有所進展 然後開始去損毀 然後也都開始引起了一些 主流的activist 的重視回應 那都是一個進展來的 絕對不是一個分化來的 所以這件事當中 我當然也希望香港議會的籌委 會去聽不同的意見 還有可能可以做一個問答集 去回應相關的一些問題 在公共關係上來講 還有很多我們繼續努力的空間 所以這方面我是樂觀其成的 Simon就是能夠從那個理念 就是民主選舉的理念出發 但是也都看到在海外的香港人 是很需要有一些理念上的突破 就是不是說話 就是現在都要將一些我們過去講的 要將它變成現實 或者是部分將它實踐出來 讓香港人在海外呢 就是在一個自由地方 不是無限的自由樓場 不停飛啊 都不知道飛去哪裏 現在我們就提出 第一站先搞一個全民普選 但是我看到現在我們7月1日公布了一個選舉方案 8月3日就在英國倫敦那裡都開了這個記者會 Simon都在記者會上面都有提到你自己的看法 你對這個理念現在得到一年之後 進一步的發展 我想和你談一下 對於香港議會現在出現了都很明顯的一種心態 是 持份者和圍觀者 你可不可以從這個角度 講一講 現在很多評論呢 就當自己是圍觀者 Bystanders 或者是路人格路人穴 他沒有將自己變成香港民主進程的持份者 你可不可以在這裡解一下話 讓很多人其實 其實圍觀都可以給意見 不過有些人既是圍觀者 其實真正是持份者 他忘記了持份者那份的 沒錯 所以這裡香港議會推進的事情 不僅是繼續測試現在這個獨裁政權的底線 我想另一件事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個人 你個人有多大的光環也好 跟某些政要關係有多好也好 或者你跟某些媒體佔盡它的曝光率也好 無論怎樣也好 最終一件事 我們靠的是民意 這個不是中共所懼怕的 因為它擁有的是國家實力的資源 一個壟斷式的資源 所以最終無論怎樣也好 過於依賴國際的建制甚至秩序 或者我們坦白說過於依賴西方的政要 最終它都會跟政治現實低頭的 因為在說的不僅是國家安全 還在說很多現實物質上的一些博弈 而這件事對於我們這些香港海外 或者香港的民主運動來說是沒有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掃取理想 而不是將一些我們所說的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 或者一些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一些不同權貴的關係 放在前面 透過香港議會我們了解到一件事 我們要將民眾的意願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想是的 我們看到有很多提出來的一些憂慮 或者一些疑慮 我們某個程度來講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說它裡面每一個問題 是否不能解答呢 絕對不是的 每一條問題都可以很清晰去解答它們 如果大家不嫌我沉氣 我不妨都可以講一講 這些坊間主流的 無論他曾經是否選過都好 一些社運界的人士的看法 我想最重要的 是的 我想最重要的 有些人會提到 選委會裡面的部分人士 他們的公信力問題 他的意志就是究竟這些人 在社運界裡面 他過往的一些的履歷 是否有他的聲音的記錄 是值得別人去信任 或者他可能一些行事作風 他處理某些事情的時候 是否得當呢 首先人事其實是非常主觀的 如果我們今天講 我們不喜歡誰 或者我們喜歡誰的時候 因為這樣 而實質上影響到人事的決策 我們很難反而反過來 我們也很難維繫著 香港議會作為一個公共的機構 就是他的籌委會的公信力 如果因為人事 喜歡不喜歡誰 大家可以提 當然我也聽聞 有不少一些 某些籌委 他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這樣 我自己都去想 第一 有沒有事實的證據 是不是流言蜚語 第二 就算這件事你提出來 你認為他的行事作風 不是那麼有智慧 不是那麼有智慧 但是是不是去到嚴重度 是違反一個基本的道德操守呢 還是你的主觀角度來說 這件事是不符合你的意願呢 或者更加直接地說 就是你會覺得他不在主流裡面 他不在一些主流媒體的尾光燈上面 他不是某些國家政要的敵代對象 他不是大家覺得是在神台上面的人物 所以你就不會支持 這個是更加突顯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民主運動的人士 我們著重的一件事 不是哪一個大顆 不是哪一個的權勢 不是哪一個說權勢站在哪裏 所以他搞的就對了 不是說某些人二打六 不知道哪一個來自哪裏 他說的東西就看不起 什麼都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心態 我也覺得透過 香港議會設立的過程當中 表露無為 當然這件事當中 也是值得反省 反思的一個地方 我們都經常說 有些人說 我們一定要一些重量級的社運界的人 在這裏作戰 那些事情就會夠公正了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很人治 很傳統 很人治的思維來的 二十一世紀 我們講民主 如果我們今天說 有人 為何有今天的公術 是因為當初有民眾代表選 是否可以尊重民意 所有的正當性 這些所謂的權勢 首先都要得到任人的認可 大家不要忘記 這一班所謂有 理念是否值得支持 如果值得支持 我們無論喜歡不喜歡那個人 都好 其實我們都更加值得去參與 你不喜歡他 那你更加應該去參與他 因為你有份 你都可以去牽制他 你可以影響他 你可以甚至主張 你覺得香港議會 在未來的模樣 怎樣才會覺得正當呢 什麼相稱呢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 需要去做的事情 香港民主運動 現在目前來說 可能有不少的人 他選擇 單純是去做commentator 但是如果 我們說我們自己 是activist 我們是一個運動人士 甚至所說的革命家 有時候 頭是不可以不濕的 我們是需要 至少不做都好 我們都要尊重 正在實踐 正在努力面對著現在 越來越壓力千呼所指的一班人 所以 這裡是 首先我看到一些坊間 說一些人不夠大粒的回應 另外 有些說 為何我們要去 搞議會制 而不是直接 總統制 或者其他 首先 這裡我也想說 一些 有些 一些 學上的基本理念 議會本身 就是一般 一個 無論是政治制度也好 或者一個社會制度也好 議會其實是一個最根本 是代表民意的地方 如果你說總統制 或者牽涉到政府 他是有一個執政權力的 哪怕就算是民選 直選出來的總統 他也是有一個執政權力的 所以他缺少了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制衡的機制 這個制衡機制 總統受到什麼制衡呢 就是受到議會制衡 是不是 如果我們今天所說 我們都明確承認 今次這個香港議會 在現在這個狀態成立的時候 未必有一個所謂自權 未有實權的時候 憑什麼 我們說 我們直接跳過議會 去成立一個所謂總統制的政府呢 這件事在過往都沒有發生過 如果你說歷史的物樂來講 譬如韓國 當時被日本入侵的時候 他們流亡 因為日本入侵之前 韓國是有現成的政府的 所以可能他有這個條件去延續 所以他在中國 也都在其他不同的國家 包括印度 成立了好幾個流亡政府 同時間他們曾經都存在過三個流亡政府 最終開會協商 然後才合組成一個 到當時日本戰敗 回去的時候 他們光復韓國的時候 特別是南韓 現在的民選政府的時候 才所謂一些舊有的人物 回到一些政治影響力 不過這個扯遠了 我們不說那麼多 但是我們說回香港的情況 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機制 我們沒有這個機制 而實際上我們首先要成立的是議會 為什麼呢 因為議會呢 它是一個比較普遍 也都是多元地去呈現不同政治光譜 至少是 至少是 那些人參與不參與 是一回事 至少你是一個 沒有什麼事前篩選的一種投票制度所建立的議會 而議會的一個首要目標呢 是要呈現不同的民意 這是第一的要務 而本身議會的職能呢 在香港或者北京的這個政權 包括它政府也好 它這些偽議會也好 其實我們是要監督它的 我們要突顯出它民主正當性不足的問題 甚至是完全喪失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的是實權 所以它得以統治 而這些所謂在香港裏面 第一的起源就是首要是民意的呈現 第二是對擁有權力的集團達成制衡的目的 所以這個是希望解答另外一些的問題 有人說 為什麼提倡不分區的議席 為什麼會是這樣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現在在海外的港人 我們沒有一個人口基礎 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戶籍制度 因為畢竟 這個不是一個有實權的國家體系 所以是沒有辦法 是找一個比較科學的方法 去劃分不同的選區 就算你劃分不同的選區也好 你都會引起不同的爭端 因為你留在不同國家的港人 會覺得憑什麼你四席 憑什麼我們只有兩席 憑什麼你是拿這種席位 這是沒有意義的 而另一件事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要表達出一個團結的象徵 團結的象徵就是我們無論身處何方 哪怕你是在香港入面還是你在海外 大家都是同一個票倉 同一個票倉選出來的這些代表 都同樣大家一起去發聲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它是表達出一個團結的精神 而這件事單一選區的選制 是不會影響到政黨或者聯盟的組成的 因為政黨和聯盟的組成 很多都不是因為地域來劃分的 我舉個例子 歐洲議會 沒錯 歐洲議會 他們是有分不同的國家 然後他們因為不同的國家的貢獻 而有不同的議席 但是歐洲議會裡面的政黨的分佈 不是以國家劃分的 是以他們的意識形態劃分的 所以不會影響到單一選區裡面 你是偏左偏右 就分不到什麼是政黨 所以我這裡是希望 嚴正地去澄清有關的這些概念 第三件事 他們說到這個議會有什麼功能 既然又沒有得收稅 又沒有實權 首先我覺得議會這個概念是很寬闊的 首先議會的職能 本身都經過上百年的演變 而議會裡面 其實他本身剛才所說的一些的職能 我們不能夠過於輕視 道德正當性所帶來的影響力 正如我們當時候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講 我們民主抗爭的時候 不是因為立法會有一個九萬多元的人工 你才走進去選 你肯定是因為你支持民主 你對這個選制有數不滿 你為民發聲 希望將你在議會裡面 對著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 才選你進去 所以如果大家這麼關心 究竟有什麼實權的時候 不如大家理想一些 因為大家都是民主派 對吧? 如果是這樣 我們要想的一件事是 香港議會籌造出來的 並不是它的結果 它有什麼實權 是香港議會籌造的過程 本身已經產生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象徵意義 這個象徵意義所說的就是一個民主的根本 就是你做所有事情 今天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一個政治意見人士 因為我們和政府的意見不同 我們和大眾的角度不同 所以我和大家的看法不同 我可以說我自己是Dissident 但是如果你說你是一個activist 你就需要去deliver一些的改變 你是需要實質參與其中 而實質參與其中 其實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件事大家會覺得 當初大家走出街頭的時候 大家是為民主理想的時候 絕對不是因為那個 outcome 而是因為大家覺得 這個政府已經失去民主的正當性 所以香港議會也是一樣 我們去嘗試透過具體執行投票制度 參與選舉實踐政治意見的方式 讓中共的政權和香港這些偽議會 顯出他們的荒謬 這一個就已經是作用 這是第一 第二 透過這種方式 令到政權產生畏懼 越多人參與這種選舉 對政權產生更大的 統治合法性挑戰 對他們產生更大的震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永遠不知道 有幾多人在香港境內 秘密地投票 到時候 不是他們設立這些國安舉報熱線 草木皆兵 令我們人人之危 到時候 是他們壓迫人民權利的國安秘密警察 他們人人之外 所以這件事已經有一個巨大的意義在這裏 第三 香港人呢 是從來未經歷過整理民主體制的歷練的 就算我們今天 現在橋居是英國也好 有些人去了美國也好 好像 像菲特里 現在去了加拿大 我們 除了融入當地之外 我們也要去想 我們怎樣連結香港人 所以在這件事上 民主的歷練很重要 政治以變的歷練很重要 亦都透過這件事 是準備好未來時而世逆 當他們這些獨裁政權倒台的時候 我們已經熱了身 我們長期以來已經和民眾的扭帶 是維繫著 他們已經有投票的歷練 我們不可以等到 說光復香港才有這樣的土壤 才我們回去 這是過於功利的 很多革命的事件 是來自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哲學家、思想家 他們在思想的準備上 已經做好了 讓民眾理解 何謂天賦人權 然後才會有革命的先聲 沒有一個道德正當性 沒有一種合理的思想 沒有這種情況下 可能所誕生出來的東西 可能只不過是民亂 而不是革命 所以民亂和革命 是一個核心差別的 所以我想這幾樣東西 功能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大家不妨多些去重視思想的價值 而不是它究竟有多少錢 有多少權 如果大家真的經常去想 究竟有什麼實權的時候 其實最現實的說句 你不如參加中共那邊 好嗎 他們一定有權 所以其實我想 我們很現實的 就算我以很現實的角度去說 也有些人提到 做法源依據 究竟憑什麼是 Viktor里 或者是某些 香港議會的 籌委會的成員 搞這件事 而不是其他人 我想其實 我們去說法源依據的時候 當然 我們要非常小心 我們不能夠讓國際條約 所制定的法源依據 過於令到我們綁手綁腳 當然 譬如 在國際法的底下 有一些對人權價值的追求 我們見到一些的宣言 我們見到的有一些的約章 即是在聯合國的體系裡面 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緩引它 但是其實我們都明白 其實國際法是一個弱法來的 這麼大的程度 國際法的體系 有不少它最終裁決的一些結果 或者運作的一些規則 是來自政治現實的結果 然後透過法律的認識去追認它 很簡單 大家都說 不單是金融的秩序 經濟的秩序 甚至現在說的政治秩序 聯合國的體現的本身 就是二戰結束之後的結果來的 所以都是一個很赤裸裸的 政治現實出來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太被 一個所謂國際法源綁手綁腳的時候 我們很難釋放一個前盟 是進入一個革命的時代 我們說回過往的歷練 如果不是當時有不同的思想家 可能十八世紀開始 到十九世紀 不同的思想家 他開始去著書立論 他開始講天賦人權的概念 就不會有民族國家的概念 亦都不會有革命 亦都不會有共和制的國家 所以如果我們退回那個時空背景來講 我們可以罵這些思想家 比如勞騷、離京半島 是不是? 他有什麼國際法源? 又不是皇帝授予他 你憑什麼講天賦人權? 你憑什麼這班民眾 逆天之行 去把這個皇帝拉下來? 如果講法源就講法統 講法統就講道統 講道統就講到千多年以來 人類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形態 這件事是建制來的 這件事是傳統來的 所以我們過於追溯國際法源 只會令到未來民主化 榜首榜腳 所以這件事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是天賦人權 所以不是說 籌委會裡面某些成員很把炮 突然之間就變了國父 就可以代表大家 旗劫大家民意 然後就做這個投票 不是 整個過程是一個天賦人權的概念 是我們自己賦予我們的權利 不是權力 而是權力 而不是權力 而是權力 所以在這件事上 如果我們真的講法源的話 不如和中共又談又談 不如和中共整個談論 然後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透過修憲 然後讓中國和香港有一個 真正的普選權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都是支持這個普選權的 只不過他第一章說 中國共產黨就高於一層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這件事 第二件事 不好意思 有點長 因為問題比較多 我盡量簡短去回答 但我知道有答不完這些問題 最後一件事 也有人說 沒有國際認可 我們是否要等到這些西方政府認可 那這個是否民主 我們視香港的民意為何物 我們是否將西方的政要放在第一位 正如我都一樣說 我們社會院街中有多少精英 他首先關注的是和某國西方政要的關係呢 我們今天做很多的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是否為了主流媒體的曝光 然後覺得自己和香港民主運動有份呢 是否這樣就可以向香港大眾推銷我們在推進香港民主運動呢 所以其實一件事就是 這是雞和蛋先的問題 我們是必須要建立一些東西 才有資格有條件 向國際社會和外國政府爭取承認 是 自己都不做 憑什麼 我們就可以說 你去承認他 這個已經不是既定現實 等於我想說一件事 19年的抗爭 19年的抗爭是因為先有人民的抗爭 我們才在國際社會看到有所反應 原來中共是這樣的 國際社會開始陸續先覺醒 我們不能夠過於否定 普羅大眾參與群眾運動、示威遊行 所帶來的影響力 我當時是做英國領事館的 我非常清楚這些在建制生存的外交官的看法 他們完全預估不到有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慣常只會和清英聊天 所以他們是猜不到的 發生了群眾運動之後 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是一群已經在建制中的精英所推動的嗎? 群眾在哪裡呢? 我希望我們香港民主運動 一些已經有光環知名的activist 深視這個問題 香港議會的推動最主的目的 是我們要明白 無論過去我們是否曾經被民選過 不代表今天你就是人上人或者上等人 而香港我們今天所說的 擁有這些過去的民意授權 是過去的事 不代表就可以擁抱著這種光環 或者遺產過世 或者千秋萬代 我們必須與時並進 將民意放在首位 然後經常勝利 是得到民意的檢驗 這也展示出你作為政治人物 社會運動人士 甚至革命家的胸襟 讓大家看到 將民意放在首位 你亦都服從於接受大眾民意的經驗 當你建立了這個民意的機制的時候 才有底氣 和這個外國的政要平起平坐 而不是好像你的存在的價值流 就來自於外國政要的祝福 或者主流媒體的祝福 No Sorry 我們要改變這種文化 好 Simon 你的分析 不愧讀過政治科學 很欣賞你這種清晰的概念 不過現在還有兩個大眾的迷思 第一 他們不一定大眾 甚至很多海內外的香港的那些activist 還是寄望於中共的一國兩制 2.0 仍然有中共擁有 所以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後共時代 香港人怎麼光復香港呢 是有中共的光復香港 還是沒有中共的光復香港 而香港議會從第一天 我們想這個構思 到我們想要選民代出來 就是安排去選 我們都沒有想過是有中共的 中共是和香港議會是勢不兩立的 有中共就沒有香港議會在香港煲體見 在香港煲體見的時候 中共議會就應該是在宇宙消失 這個第一點 第二 有人說 這些籌位 香港議會籌位只有四件 其他去了哪裡 你們躲起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我說他誤會就是客氣 其實就是在背後插戰 現在在港版國安法下面 你說這句話 是不是當中共是拿樓灘先 是不是當港版國安法是子老虎先 說得這句話的人 是不是 當港版國安法已經在宇宙消失了 消失了 Simon 我想問你一句 我們有沒有因為2019年很多人蒙面的年輕人 上街 我們就說這些不來的 哪裡捐出來的 我們都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們怎麼支持他 我們有沒有說過一句話 你自己有沒有聽過這些話 我覺得希望就是其實 就是在這個狀況的情況來講 我們是需要以一個基本的信任去看待很多推動民主活動的事情 正如有人會決定走出來 走得多出 有不同的身位 有些人有所顧忌 可能他會有一些保護自己的措施 這件事是他們個人選擇的自由 我們需要尊重的 而我們見到其實香港議會的籌委會 就是民選程序過後的民意代表 如果是民選的民意代表 當然他是需要露面 當然他是需要一個有名有成的人 但是你說如果是籌委會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他的工作方式 他的工作方式 他裡面是不是有很奇怪的條文 或者是過去那一年你們的工作 由你們在去年成立之後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譬如突然之間做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一個民主基本的規章來的 我是有留意你們所有的公開的資料 過往一些的情況 你們做的投票的機制 或者一些基本的選舉的規章的一些草議 其實完全都是符合國際的規則 如果我們看回這件事的時候 大家其實要想自己的恐懼來源在哪裡 就算你說裡面有些事情看不到是誰 我很擔心 那你就要看看他們做的實質行為 他的行為是甚麼 我們要透過他所做的行動來判斷 這個是否是合理的風險 當然香港議會這件事 他就是一個核心的不同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組織 他不是一個小圈子 甚至他不是一個個人 他在未來來講 他有選舉機制的時候 他根本上是一個有機靈體來的 因為這個不是大台 這個是平台 大家是一個公平開放的機制 是有入有出 我們讓新的聲音進來 我們也要接受民意的檢驗 可能有一些不受到民意認可的 他可能暫時就不在這個舞台上 但這個是公平的 這個是一個有機生命體來的 所以這件事正正是中共會最擔憂的地方來的 所以這個我首先要和大家澄清有關 是否容許匿名的事情 在這個處理方式來講 我們需要符合人性 我們也要符合彈性 所以在這裏我都再特別澄清 我們不是想去批評一些不參與的人 不參與的人有你的自由 有你的權利去選擇 正如你投白票也好 你投不同的票也好 你有你的象徵的意義 所以這個是絕對尊重個人的權利 但是我想在這裏 我們只是盡我們本分 是讓民主繼續深化前進的時候 我們更加鼓勵多些人去參加 去改變他 令他在你的角度來講 是覺得更加好 第二樣事情 你提到中共 我想有一個很核心的差別 這個差別在哪裏 首先 香港議會的籌委會所講的 這個投票的章程 它並沒有先天勝地 因為你的政見去審查 你的參選資格 而這件認證突顯出 中共的選舉體制的方法 因為它先天地去剝奪了你的選舉權 被選權和投票權 這件事已經有一個核心的差別在這裏 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說中共已經透過港澳辦也好 中聯辦也好 國安公署也好 外交特派員公署也好 保安局也好 香港警方是國安處也好 都發表了很明確的聲明 說香港議會是非法的 所以這件事就衍生出一個謀論 那支持北京支持中共的人 他參加香港議會 是不是就相衝突呢 當然 我們要明白 這個自我設限 並不是香港議會籌操委員會 或者未來香港議會初刑的設限 不是 如果按照真正的民主原則來說 我們不應該因為政見而自我設限 但是這個設限是來自中共的政權 是他首先說這件事是違法的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一個自相矛盾的狀況 會去參與香港議會呢 如果他是支持中共的那一套 那這件事是不是自相矛盾 甚至乎是對民主自由體制和理念的顛覆呢 絕對是 所以我這裡希望跟大家搞清楚一個問題 自我設限的審查的 並不是一個真正有民主自由體制的議會 而是中共的政權 這裡回應你兩個問題 西文 我想你引申一下 這次香港議會在去年7月27日 多倫多宣布委會成立的大會上 記者會上已經說了 是一個住民自決的原則 是一個總綱令 一個self determination 我亦都聽到你說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你可不可以稍微引申一下 因為很多民眾 香港人 未曾了解到這個票票等值 即是我們看到現在現成在香港 這個權力架構下的這些所謂選舉的機制 大家都是有投票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 其實如果你是某些所謂專業的身份 就多一票 或者是特別在功能組別上面 例如大財團有多兩票 你是某些公司有多三票 這件事就是一個完全不科學的事 這件事也是違反了票票等值的正常 正常來說 大家只是很簡單 以選區你住哪裏的居民劃分 而不是你的身份 但是當然 這件事是可以爭論 有些人覺得香港 當時的氣候是一個金融城市 所以它要和一般不同 等於以倫敦為例 就是我現在身處的這個城市 倫敦金融城 City of London 就是保留著這種所謂功能界別的選舉 很多的商會是有投票權的 這些商會是講過那一千多年 羅馬立成的時候開始的 所以 因為這個歷史脈絡 他們是有這種機制 但是這種機制 我們看到它誕生出來的 這個倫敦金融城的市長 只是一個慶敦金融城 一個象徵禮儀的意涵 它沒有一個實權在 而這件事是限於一個非常小規模 可能只是一個香港島 都不僅半個香港島這麼大的一個 甚至六份一香港島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影響不大 它不是一個國家的制度 體制和政權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完全可以尊重這件事 但是反過來 我說 譬如 現在講英國 它那個民主化的改革 它不是好像法國或者美國那麼激烈的 它不是透過 譬如英國過去有光榮革命 但是一個很短暫的過程 整體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闊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溫和改革的歷程 即是說十六世紀開始的大憲章的運動開始 然後開始有一些權力的分割 然後開始慢慢演變 袁卓的會議就變成議會的初刑 當時的議會也不是一個普遍民選的議會 而是一個個別精英權貴的議會 亦都在符合這個時代的演變 由當時的一些皇親國戚、貴族 去到大資本家 去到現在平民百姓都開始有票了 開始都有議席了 這是一個歷程 在這件事上 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好像香港一樣 功能組別 你是金融界 你是什麼什麼界別 他們選出來的 這件事 譬如在英國這樣 這些就變成了常議院 為什麼呢? 你覺得他們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不同的界別 他們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它可以令到 假設是有自權的 它可以令法案更加完整 或者在政治意見上 更加審慎 因為他們不需要 每隔兩到三年 或者四年 就要經歷民選的事情 所以他們所推出的政策 或者他們的議題 不會過於短視 因為他們不需要過分 去努力他的選民 如果你需要一個 所謂高質素的議題 那你就去上議院 我就可以去評論你 但問題是什麼呢? 經過英國幾百年的演變 上議院是變成一個 沒有實權的機關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不是直接民選 它有的是什麼的權利呢? 它有的權利叫福爾權 福爾權 這批社會言辭 覺得好像不是這麼周長 我們提一下意見 回答給你下議院 就是House of Commons 你們修改 再交給我們 但是如果House of Commons 就是下議院一個民選 直接民選的議會 繼續覺得不可以 我不認同你上議院的角度 我要硬推是可以的 因為上議院是沒有實權在左邊 所以這件事 大家會看到 大家很擔心直接民粹 很猜疑所謂民間的智慧 大家需要一些所謂社會精英言達 去主持大局 有這個機制 在英國就有這個機制 美國就變化了 因為美國將上議院 改建成為參議院 以州份作為一個基準 去實行選舉 但是有很多 跟西敏寺制度的國家 其實是沿襲了這一套的模式 所以我想大家要明白 就算在香港議會的制度來說 為什麼這麼大的問題呢? 因為功能組別令到人人不平等 因為功能組別 跟直接地區直選的議席 它的權力是一樣的 甚至乎 他們分組點票的時候 往往就會令到中共 有一個很大誘韻的空間 去操縱選舉的操作 這件事希望大家謹記 如果大家看回 香港過往政治選舉制度的 民主法律程來說 甚至以前更加保守 有什麼官派議員 官首議員 甚至是委任制 今天這個所謂香港政權推動的 這些所謂選舉制度改革 重新出現了幾乎認同委任制制度的議席 然後就在這套選舉機制上 搭從架屋 搭從架屋的原意是什麼呢? 就是令到整件事複雜化 令到整件事複雜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令到你們這一班金融城市的社會精英 迷失了在這些細節重臨當中 找不出來 因為對於中共的政權來講 我製造這麼多的細節 我就同樣製造了很多滑船的空間 我讓了利給你的了 因為我本身這個制度是這麼複雜的 我讓了一點利給你 我做了妥協的了 大家就覺得 對了你真的做了妥協的 其實這些是什麼呢? 是中共的統治所來的 所以一個可行的投票機制 其實應當越簡單越好 以及應當要遵循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票票等值 人人平等 不應該因為你的身份得分 你有多一張選票 或者少一張選票 這個是不符合基本的人權概念 所以在這裡我想和大家解釋 是 你從英國的香港移民社群裏 相對十分活躍的一個參與者 就是持份者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說話 對於前香港的民選議員 無論是區議會或者立法會 你有什麼說話和他們說呢? 當然我會覺得 如果是有一些願意去參與這個機制發展 這個機制不是代表誰人的機制 這個機制不是袁公義 不是何良茂 不是某個人所謂個人的機制 我們在說的只是 在2014年開始甚至更早 過去的三十幾年 一直推動民主運動所說的基本概念 我們要登暴選 今天如果大家說 你是一個民主運動人士 甚至乎 你擁有過去一個民選的光環 你就有習無旁態的責任 向繼續解釋 你有什麼的替代方案 除了香港議會建立民主機制之外 有什麼的替代方案 如果具體是沒有相應的方案的時候 為什麼不去參與香港議會 投票機制的建設 令到它更加好呢? 這個是我對大家的一些呼籲 而香港議會正如剛才我不斷強調 它是一個很好的歷練來的 因為正如你們冒著這麼大的 不單止是法律風險 甚至是生命危險 甚至是你們的名譽上的風險 去推動這些東西 面對千夫所指 你們承受這些壓力 你們去推動的時候 不單止是測試政權的底線和它的行為 我們還在測試我們自己社運界別 裡面不同人的心態 我們能不能夠找到我們自己的初心 在這件事上來說 很明確的一件事 我不排除會有些人覺得 因為我狗精英 所以我懂得玩這個遊戲 所以我得到選票 所以我有今天的光環 但是官密論如何都好 我們不是說我們不承認領袖 雖然19年之後 一個所謂去大台化的原因 大家有沒有正視過 19年的抗爭模式的原因在哪裡呢? 大家有沒有正視過呢? 雖然主流的媒體不斷想去培養一些 無免王的領袖 特別是19年之後 但是我們說我們不是排斥領袖的原因是 你做領袖可以 經過民意的檢驗 選舉 有民意的授權 我們不是說 這麼奮勢 我們可以接觸去拒絕所有所謂精英的建設 我們的目的只是一個很公道 一個公平的基地 選言任能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在這裡是想跟大家說的 過去的legacy 是不可能是千手萬代 而我們也推動到一個層面 是去跟國際社會 特別是西方政府去說 能動性是要加附於我們自己的 如果我們沒有香港議會的機制 有一個很大的隱憂 就是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精英利益集團 或者有不同的小圈子 這些小圈子 他們的生態或者他們的文化 就是不斷競逐他們的光環 得到上層建築 所謂的上層建築 即是說是社交財 即是說是一些權貴的認可 或者一些的青睞 或者一些媒體的青睞 或者國際掌控的一些的青睞 然後不斷去競逐這些事情 然後覺得自己和民主運動有份 或者用一個個人的光環去推動 香港民主運動 這件事我也是這樣說 不是說不行 但是你沒有民選機制的時候 這一種拜碼頭的文化 這一種山頭或者群帶主義群帶集團的文化 是非常嚴重的 剛才我說到上議院 上議院同樣也有弊病 我們所說的社會言達 我們選言任能 但是同樣會變成什麼呢 手上喜歡哪一個人 就是任命那個人 他對我好 我要攀劫權貴 我要入行 我要做法 我就要去拜他們的碼頭 而會有這種弊病 不是說上議院有他們的價值 但是同樣也是一個弊病 我們是需要去管控的 所以在英國有一些政黨就會提出來 我們說回香港議會 同樣地是有這件事 就是香港議會未來的建制 是要透過投票的制度 去取代大佬文化 去取代不成文規定 去取代一些很隱性 可能現在發生的事情 更加重要的東西 是令到我們更加平等 更加平等的意思就是 當香港議會的機制沒有民意授權 這些所謂已經在微光燈下面 香港民主運動的人士 他們就會過分地依賴 西方政要的認可 或者國際媒體的認可 他們會用這件事 去跟香港民眾去說 你看看我做到事 這個就是目前社運的模式 而去認可的時候 大家就會像金字塔的形式 就是說誰是最有名的 大家就蓄勇去那邊 如果你這個新的想法 你這個詳意 不是這個人去背書 你就沒有分 你就沒有認受性 現在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些批評 是這些批評呢 正正是這個原因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當初在香港政壇裡面 這一批民主派的人士 去說他們要去除大佬文化的時候 去除大台文化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可能 新一批的年輕人 同樣變成大佬呢 這件事我們想說的就是 說我們當香港議會 它去成立的時候 某個程度也都讓西方的政要文白 這裏是一個民主的機制 相對來說 會有一個能動性 我們要爭取我們自己 香港民眾 或者香港民主運動的能動性 有一個自主權 給我們自己 不要交給其他人去認可 不過是這件事上面來說 是很重要的措施來的 是這件事大家都說 是不是有用啊 或者會不會有用啊 無論如何 建設了這個機制之後 你才有條件 去跟外國的政要 或者外國的政府去談 你要不要認可我 如果你不認可我 為什麼你會有一個道德的壓力 去令政府去回應這個問題 這件事同樣是我們在英國 成立公民團體的原意 我們成立公民團體的原意 不是因為某個團體 拿了英國政府大筆的資金 就等於我們被認可了 我們就很聰明了 我們就可以代表到在英港人了 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拿了英國政府的認可 這件事是一個迷思來的 希望大家明白 什麼是民主的真正 民主的真正是自我授權 不是某一個政要集團的認可 所以成立公民團體 譬如是英國的公民團體成立了之後 我們第一的天職 就是要制限政府和監獄政府 因為我們是非政府組織 所以這件事 我想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香港議會的目的同樣於是 今天Simon說得很清晰 其實香港議會除了一人一票 就是定期選舉 不會一選出來 就像習近平一樣 永續執政 四年選一次 現在初定 另外 這些選出來的人 是向民眾負責 向選民負責 不是向任何有勢力的人負責 是向草根 是向一些我們平時 視為無名無姓的民眾負責 而這些才是這幫民意代表的真波士 所以香港議會選舉其實是衝著中共而來的 我們的鬥爭對象是中共 是瞄準政權 因為我們要推翻這些暴政 我們要加一把力 令到暴政在宇宙消失 我們光復香港才有基礎 而在光復香港之前 我們就要有一個政治基建的構想 搭建 和開步 所以第一屆民代 香港議會的民代 就要開始有一個啟動制憲的程序 因為已經是沒有了中共 沒有了《基本法》 不是沒有了我們就不理會它 是無視它 因為它是非法的 一個政府現在是偽政權來的 香港人沒有授權過它 因為它根本就是敵視人民 最極致的就是《基本法》 用來對付人民 又不是用來一個議會去制衡政府 反而政府去監察人民 不是監察了 簡直是去控制人民 所以這個主體意識 如果沒有了的話 又會跌下去 喂 香港都已經有了 我們只要完善它 趕走共產黨在香港 趕走去北方 這個不是香港議會的原意 香港議會的初衷是非中共 亦都是後中共時代 所以是否有其他補充 有啊有啊 我最後一句 雖然剛才我對於我們社運界內部 有諸多的反省 但是其實我也想說一句 彼此之間其實是互相幫助的 無論大家覺得哪一個的想法 或者心態好 究竟精英好 或者民粹好 各有利弊 但是同時之間 我也覺得 香港議會投票的機制 或者根本的民主機制的重要是什麼呢 很簡潔去和大家做個總理 就是富權民眾 富能與精英 所謂富能精英的意思是說 富權民眾是 大家不會覺得 你們很聰明 你們是精英 你們全都做了 我真是低身 很弱的 交給那些大人做 很低的 很低層的 不會 人人平等 我們富權民眾 這個是民主本義 另外 透過選舉 選完任能 我們富能給一些優秀的社會運動人士 富能之後 因為他們有民意受權 他們更有底氣 去實踐他們的香港民主詳異和運動 所以是互相幫助 作為這個美光燈上面的社會運動人士 我們要有這樣的空懷 去有根本、基本的建議 就是這麼簡單 你那個富能或者富權 就是天賦人權那個富 這個很重要 香港人是有天賦人權 是有選舉權 有被選權 現在被中國剝奪了 香港議會就是要實現 五大訴求裡面其中一項 就是要真普選 如果連五大訴求其中一個關鍵的訴求 也是最高層次的訴求 都不能夠認識到 都不參與 那我們就對於2019年或者更早2014年 甚至更早2012年反國家 所有曾經犧牲共怨的人 是一個最大的侮辱 因為我們就是要把被侮辱的拯救出來 被剝奪的拿出來 實現出來 如果連這個本質的理念都看不到 其實就是業工耗農 是啊 講得很支持民主 當你要發動人民去投票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推堂 所以所有選舉是取決於選民 並不是取決於選求 大家搞清楚 選民才是香港議會最後的靠山 Simon 是不是? 是的 沒錯 好 今天很感謝Simon 這麼清晰的解說 今天都很開心跟你再次在那裡聊天 希望多些跟你做節目 知道你對於香港現在的狀況很痛心 也都希望 也有很多香港人去英國 包括最近鄧德傳 我知道你有幫忙參與 怎麼幫他 我都很感動 其實在洛蘭的手足 在現在這樣的處境 我們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人 是能夠盡所能 各盡所能 去幫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正如香港議會 也都是盡我們所能 盡我們有生之年的能力 去將我們五大訴求的 最高層次的訴求 要實現出來 如果還是覺得香港議會 香港議會是討厭 香港議會是 什麼紳屍蘿蔔皮 哪裏捐出來 那就是忘記了 我們抗爭的犧牲者 受害者 和現在正在坐牢的手足 他們的犧牲 就是對他們 某個程度上都是一個背叛來的 Simon 很多謝 我覺得嚴重了 我又不是怎麼幫的 都是陪伴 見一面 跟他們分享彼此的經歷 最後 我想香港的人 都有一些情緒可以理解 這件事情 我們都以一個同理心 彼此之間 有一個基本的同理心去看待 包括對於一些 可能留港的人 他有很深重的相對摩奪感 所以他會有一些情緒反應 我想這些我們是 要能夠明白和我們接受 同樣地 對於香港議會委會 你們所承受的 這麼多的輿論壓力 我想任眾道遠 你們成功的責任 這麼龐大的時候 當然公眾的批評會有 如果是改善的批評 或者是建設性的批評 我都希望你們 有這樣的空懷去接受 去回應 但同時之間也都希望 多些去鼓勵你們 希望你們去加油 繼續堅持著 我要真普選 還香港人一個普選權的精神 辛苦你們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和不同的媒體都講過 我對香港議會籌會的成員 是表達敬意的 在這一方面 多謝你 實際上我們真的很感激 無論批評 無論如何罵香港議會 都是好事 因為你在乎 你罵香港議會 就是因為你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 你沒有感覺 我們就覺得很慘 很沮喪 你罵都是愛香港 所以很感謝各位 各種不同意見 只要你參與 真是希望搞好這件事 交權給香港人去決定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投票權 每一個選民都有一份觸託 就是我們要光復香港 香港議會不是為了權 不是為了勢 是為了四個字光復香港 跟著為了三個字 到第見 好 多謝各位網友 多謝Simon 我們期待很快就會和Simon 再度在網上對談 好 拜拜 多謝各位 拜拜